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Example 3 它說呢 叫我們去找這個最大的Valume 最大的容積 什麼的容積呢 就是一個Right Circular Cylinder 也就是一個正圓柱 正的這個圓柱 圓柱體 That can be inscribed into a circular cone 也就是說呢 這個正圓柱 它必須被內砍在這個正圓錐裡面 正圓錐 那這個Circular Cone 它的Base Radius是R 也就是說呢 它的底半徑 底半徑是R 底半徑是R 然後呢 它的這個高度 Attitude 高度是2R 那換句話說呢 從這裡 到這個底部 這個高度是2R 高度是2R 那因此呢 我們這邊 如果你在做圖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這個外面這個圓錐 正圓錐先給它做下來 正圓錐 那這個正圓錐的高度呢 是2R 我們把它的頂的尖端叫做A 底部的圓錐叫O的話呢 那同學就可以知道呢 這個OA 它的長度呢 就是2R 就是2R 那另外呢 從圓錐到這個B點 這個是它的半徑 底半徑 所以OB呢 就是等於這個R OB就等於R 好 那麼 它內砍的這個正圓柱 你能夠砍到呢 它的容積要最大 因為你的高度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麼你大概只能做到自己 那假設說呢 你在內砍的時候 你要更大一點的話 那麼它的高度就必須要縮小一點 高度就必須要縮小一點 那所以呢 這個內砍的這個正圓柱 到底最大的這個容積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這邊呢 就要下來走一下了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假設 假設呢 它的這個半徑 內接的這個半徑呢 假設它是正圓柱的半徑是X 那所以呢 這個 以這邊來說的話 就是CD呢 我們就假設它是X CD假設它是X 那另外呢 它的這個attitude 也就是它的高度 這個原子高度呢 就是OC 也就是說呢 OC 我們就假設它是Y的 假設它是Y 好 那麼 有了這些假設之後 因為這邊牽涉到兩個變數 所以我們希望把Y變數換掉 換成一個X的式子 那我們透過這個圖形 同學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三角形 OAB 它跟這個三角形 ACD會全等 這個OAB 就是這個三角形 跟這裡面的這個CAD 這個三角形呢 它會全等 那全等的話呢 它的這個編成比例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這個OA OA跟這個OB的比 它會等於呢 這個小三角形 這個CA CA 跟這個CD的比 跟這個CD的比 跟這兩個下去相比 那所以呢 這個比例是成立的 相似三角形它的對邊成比例 好 那麼OA呢 就是2R 那OB就是R 所以我們把它代換 那它就應該等於什麼呢 它就等於AC 這個AC這一段 它是整個這個2R 也就是這個圓錐的這個高度 扣掉這個圓柱 那這裡是Y 這裡是Y 這是OA 所以 你給它扣掉以後呢 它就是2R呢 扣掉這個Y Y在這裡 對不起 這邊是Y 這邊是2R減掉Y 2R減掉Y 這個是CD AC這一段 AC這一段 然後我們比上呢 CD CD是X CD是X 所以這兩個一比了之後 我們把它做在這裡 2R比上R 它就等於 這個2R減掉Y 然後呢 比上這個X 那我們把它寫成分式的形狀 2R比上R呢 它就等於這個X 分之2R減掉Y 寫成分式的形狀 然後這邊呢 如果你下去把R跟R約分掉的話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給它交叉相乘 那因此呢 這個2X 它就等於呢 這個2R減Y 那移向一下 把這個Y移過來 這個X移過來 所以 Y它就等於 2R減掉2X Y就等於2R減掉2X 那也就是這個式子了 那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Y 替換成2R減掉2X 那因為雙變數函數 它要到這個下學期 這個才會談到 所以雙變數函數的微積分呢 我們這邊沒有辦法處理 因此我們必須要把這個 兩個變數 一個X一個Y 把這個Y呢 替換成一個X的式子 好 那麼 為什麼要替換呢 因為同學看一下 我們最後這句話 它是要 這一開始 它是說呢 要求這個正圓柱的最大體積 那因此我們要把這個圓柱的體積 設計出來 那這個圓柱的體積 它是 底面積 底面積是2π π平 就是半徑平方乘上π 所以它是πR平方 πX平方 那乘上呢 它的高 高是Y 高度是Y 這個就是這個圓柱 它的體積的 那我們把這個Y呢 用這個2R 減掉2X呢 你給它按以後 那因此我們發覺說呢 這個圓柱 內坎的這個圓柱 它的體積呢 就是一個X的函數 就是一個X的函數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去求這個函數 也就是這個容積 它的極大值了 那函數拿到之後 接下來呢 我們就在這邊呢 就把它呢 全部都給它 把這個 把 我們乾脆把這個 這個裡面這個2 給它提出來 提到最外面來 變成2π 然後這個X的平方 我們就把它乘進去 它就變成RX的平方 再減掉呢 這個2X的三次方 再減掉這個X的三次方 沒有2 2被提出去了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的F of X 這就是我們的F of X 那F of X 你把它微分以後 這個2π係數抄下來 那這個RX平方 S平方 微分以後變2X 所以它就是2RX 那接下來 S的微分變3S平方 那這個呢 我們令它等於0 令它等於0 因此呢 我們可以求得 這個2RX 它就等於呢 這個3S平方 3S平方 那因此呢 這個3S平方 減掉2RX 它就等於0 接下來呢 你把這個X提出來一個 所以我們的3S呢 減2R 它等於0 那所以這個X等於0 那X等於0 這個不符合我們題目需求 那另外一個領介點呢 X就是3分之2R 3分之2R 那這個領介點呢 到底在這邊呢 它有幾大還是幾小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少帶一下 這個 把這螢幕拉上去一下 那 在X等於3分之2R 這邊呢 到底是有幾大還是幾小 這個 呃 這是一個0介點 那 這個函數呢 它在這邊有幾大還是幾小 那 我們可以呢 再進一步的再下去 把它做微分 好 再進一步把這個 一階導函數呢 你再把它對 對這個X做微分 我們把這個超過 這個F' 它現在是這個2π 乘以這個2RX 再減掉3X的 方 那我們把它做二階檢驗 這個二階檢驗它就變成什麼呢 這2π是係數 超下來 那這邊就變成2R X被微分掉了 那這個 那這個-3X平方 -3X平方 微分以後變成6X 變成6X 變成6X 然後呢 我們把剛才提 這個求出來的這個3分之2R 帶下去 X帶3分之2R 那因此呢 2π乘以2R 減掉6乘以3分之2R 那你給它約分以下呢 你會發覺說呢 這個3、2、6 所以它是2R減掉呢 這個4R 2R-4R呢 它是小於0的 它是小於0 那因此呢 在這個0界點這邊小於0 表示呢 它在這邊會有所謂的極大值 它這邊會有所謂極大值 那因此啊 我們就可以求得說呢 這個 當X等於3分之2R的時候 這個R呢 是它的底半徑 那當這個X 它等於3分之2R的時候 X呢 就是這個圓柱的這個底面 底半徑 它等於3分之2個R的時候呢 那麼它會有所謂的極大的體積 那這個極大體積呢 同學可以下去呢 把它帶到這個體積函數裡面去 帶到這個裡面去 下去可以算出來 它是27分之8πR的三次方 那這個是一個圓錐 內坎圓柱呢 最大的體積 最大的體積